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hester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6月21号 在我们看24号时 过去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发生什么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一个空头你有没有资格去领取 那就是这个ZETA ZETA之前我跟大家交过过 这也是一个区中心化的一个 这么一个算是一个永续合约的这么一个交易所 那这个ZETA Markets上线ZEX空头资格查询页面 它是一个Solana生态区中心化合约交易平台 ZETA Markets 那这个初始空头占ZEX总供量的这个8% 7%根据用户在快速时间的总Zscore进行分配 1%分配给社区合作伙伴的参与者 基于他们在社区空头竞赛中获得的Zscore 那么Chester进行查询之后呢 非常遗憾的 那Chester由于只是草草的做了一些交互 所以说我的积分没有达到他的要求 那这个要求呢是你必须要获得500Zscore 你才有资格获得这个空头哦 也就是说小伙伴们 你如果说达不到这个资格的话 那交互的也是没有空头的 那Chester这一次也是非常遗憾 错过了ZETA的这个空头 不过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你想查询的话 那欢迎你用这个链接进行查询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消息面上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过去这个20小时 加密货币市场发生了什么变化吧 首先昨天的话 太太在这个利好消息的这个加持之下呢 一度冲破3620 那现在的话又跌到了3500啊 可以说来了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大饼的话来到了64,000啊 来到64,000的这么一个关口啊 冰币580 索拉纳130 那么索拉纳的话 有一个非常好的要求 那就是有一个机构在说 已经在北美提出首个 索拉纳ETP的这么一个申请啊 那这个ETP的话 跟这个ETF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 那这里不作为重点聊了啊 那么这个3IQ 已经提交了一份初步招股说明书 为索拉纳基金会QSQL 在加拿大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那这个索拉纳ETP 那这个如果说通过 那会不会他还继续申请这个索拉纳ETF吗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也是有可能的啊 因为以太坊的这个ETF即将通过 那么索拉纳 大家都知道 索拉纳是以太坊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竞争者 而且索拉纳这个生态 可以说是异常的繁荣 那么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 Palm.fun这个上面 大家可以去发图狗 而且可以去打图狗 虽然说你不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你可以参与 来体验一下这个火爆 对吧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这个 民币 垃圾币和脱口币 被 创造出来 然后同样有无数的带币 也进行归零 所以说 这个索拉纳这个链 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 那么这个 其他的消息面上就是这个 Zero 用户申请 美元没Zero 捐需先捐赠0.1美元的USDC USDT或者原生ETH 那么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消息 我们看一下 昨天到现在 Zero这个 Zero这个代币 到现在已经爆跌了20% 这也是非常的惨 可以说带领一众 这个VCP下跌 昨天其实配备也是有一定的下跌 包括帽子股 美元币也是下跌 难道这一波 美元币的这个高潮已经结束了 或者说 美元币的牛市结束了吗 不得而知 好吧 那么你如果说有任何的这个观点 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那么 请 之前参与ZetaMarkets的这个交互的小伙伴 去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这个空头可以去领取 那么 没有点关注的小伙伴 请你一定不要忘记点击关注 最后再强调一下风险 本期视频 Chester所有的视频 Chester所有的直播 以及Chester所有 夫妇会员权里面的内容 均为Chester个人主观心得分享 没有任何投资建议 加密货币和数字资产投资 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 全部的投资本金 Chester对你投资所产生的 任何收益和亏损 不承担任何责任 不承担任何责任 所以说 请你自己为自己的投资负责 没有人为你的投资负责 好吧 请你一定不要忘记点击关注